由财团法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指导 国立清华大学同时教育中心规划执行 首届清华每一期文化营在7月24号上午正式开幕 期望能够培养爱好文学文化 以及有天分的中学生跟大学生孕育新世代文化人才 我其实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看到 我们这次报名千代同学是全员到齐 而且是经过了重重的筛选之后 来加入我们的营队 在座的各位的学员都是在高中和在大学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老师看了各位的书面资料 真的发现说大家的表现 尤其在文学还有在很多特殊的才能文化方面的表现 都是非常让我感到惊讶的 在你们这样小小年纪里面 其实都有了一些特殊的专长 那么还有我们这次特别要感谢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刘董事长和王贵事长这边的指导 那么这个整个所有的营队 其实是由中华教育基金会 刘孝全刘董事长 他同时也是我们清华的前校长 所以我一直称呼刘董事长为刘孝长 那么由他来指导我们举办这样子的一场有意义的活动 这次的课程邀请到的讲师都是在艺文界重量级的大师 首场演讲特别邀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 带来专题分享 让在场的同学收获满满 这个营是文化营是清华大学第一次举办这样子的 我们用我们的老校长梅一琴的名字 命名这个文化营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清华大学 大家一想到话都想到它是一个理工的学校 其实在它原始的时候 以前成立的时候 它有这个国学讲座 那个时候的四大讲座的在国内是 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来者 非常棒的一个文科方面的一个大学 所以这个传承到台湾 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相信我们有人文社会学院 所以我们继续在往这个方向面努力 可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 我们非常希望借着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 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能够来 因为这个学校也很漂亮 这个校园非常好 到这里来听一听一些 这个文化大使们 他们的一些演讲 也有一些工作坊 自己做一些创作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来的同学们都是经过千条百选 然后这方面也都特别有兴趣的 这些高中跟可能有几位是大学的 那么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机会 清华梅宜齐文化营举办 秉持着梅校长上善若水的教育精神 参照当代的新理念跟新事业 以文化传承与转译作为主题 并以寻找中华文化的在地脚印 作为活动目标 带领学子来趟深度的文化之旅 记者简书齐新竹采访报道 然后再用到一个人区内隐童腾 调室 谢谢大家